大家好,我是罪影,很多小伙伴和我说想看我打H98C 那么今天,立志成为国服最强路卡尔的男人又回来了 今天我们对阵的选手是肖成拳,您没有看错,灵二大佬肖成拳 这是我们这一局,大家可以当做娱乐局来看 因为肖成拳对这个版本不熟,我打的也不是太强 我们半斤队八两,这是一场强舞的最后三局 肖成拳使用八神作为首发 可见他的八神还是挺浪的,基本功超强 可见对这个八神也是做了非常长时间的练习吧 看这个熟练度应该不是一两局能练出来的 哦,太常我有点轻敌啊,说实话 因为我这一局还没有使用琢磨,使用了个八神 落地拽 现在我草蹄精作为首发,我感觉草蹄精在他这种超强硬实力的拳脚压之下 没有任何发挥的余地啊,各种被破招,各种被牵制 但是他还是一个不胜被我点到了下盘 大杀地招 呃啊,双火啊,刺激 但是最后这一招,我好像有点闷 出了一个独乐图啊,中间少了一个生龙 其实在这都是知道的啊,就是手他不听话 你看这一局又来了啊 哎呦,我的八神还是非常强势的攻了过来 我的八神还没有,对还没有成熟这个操作 哎呦,百合哲他居然防动了这么快的吗 可以啊,哦,又一个百合哲飞了过来 百合哲太准了吧 哦,哎呦 跳C,又是一个跳C 看来起身的话不能乱动 他这个压起身太强势了啊 我感觉这一局完全是修身权的秀场啊 没有我发挥的任何余地啊 哎呦,又一个跳C,哇,又我又急了 这一局我主要是急了啊,轻敌大意 这是他第三个回合 看我的卢卡尔 总是这样不是办法啊 进入到修身权节奏中了 你看又一个百合哲 各种我的招式被他吃准了 我要出什么招,他都一清二楚 各种破招 你看又破招 只要我跳 他就会空中一个跳地宝蹬下来 然后我跳的话 他要用下去要接我的下班 又一个百合哲 我只要蹲下来 他肯定百合哲 完全摸透了我的套路了 总这样真的不是办法 我觉得我需要有一点点 对套路来套路他一下 哇 一发二十五连 一招先吃遍天 这个八神 但是我还是没有任何的节奏 没有任何的手感 现在八神冲 哎 反身位 耻辱 大大的耻辱 被穿散了 接着看下一局 好,这一局的话我果断使出来琢磨 全主力 再不使用全主力 真的是被虐惨了 现在看 萧成拳用谁作为首发 没想到萧成拳也这么喜欢卢卡尔啊 好吧 现在我用草提琴首发 这一局还是 哎呀 哦 中拳直接确认葵花 哎呀 现在其实萧成拳他主要的基本功很强 他的熟练度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我们只要把他的这个气势给压下去有问题不大 但是现在他的气势好像依然很猛 天堂今天放得很飞啊 好 知道他要干什么了 先跟他一个 清腿两点漂亮 这下被我拆到招式了吧 清拳取消 然后跳进他再套路一套 我贪了 我想多套路一套 哎 八神百合折 哎呀 他百合折之后肯定会掏下盘 这下你跑不掉了吧 啊 大神 打点够高 再来一个双火 八神终于被我拿下了吧 好 咱们一定要掌握到对手的套路 然后剑招拆招 然后找破绽 你看萧成人的卢卡尔 咦 卢卡尔闪现 怎么和我一个套路的这个卢卡尔 开场去凹闪现啊 哎 下给怼空 嗯 清腿中断 在卢卡尔 剪刀脚 必杀还挺溜 哇 这不是灵儿 哇 这么能猛的吗 我感觉他加快节奏了 我也需要加快节奏了 跟上他的节奏 想用快节奏来打压我 我开场飞翔角确认 一个精准的确认 让波 挑递 打住 剪刀脚 哎 这个卢卡尔又要干嘛 哎哟 跳入 哎哟 好下盘没有稳住吧 再来一把斩链戏 这一套打过去的必死无疑 大招都用不到了 好 现在来看他最后一个角色 我觉得肖成权不如把八神放到最后一个练暴斗的 那样的话 我可能就会非常难打了 他如果练成暴斗八神 因为他的基本攻势还太强了 哎 哦 特地走 摔 还是很稳 一波土豆没加 哎 起神的肯定跳出 但是咱们不要慌 咱们做一个防御动作 防御反击 确认龙虎乱武 他肯定也不左右 好 起神再来一发 哎呀 这招不灵了 肖刀拳也是最抓到破解这招的招式 铁蚁兽 抓到破解这招的方法了 大招龙虎乱 我知道他要掏下金角 你敢伸脚 我就敢大招 还用一个圣轮冲出来 哦 还是用超硬的基本功来怼我 哎呀 还投一下子 好吧 哎呀 烧 这个烧防不住了 好 来看下一局 这事情已经到第五局了 他只剩下一点血了 我的鲁卡应该不用慌吧 我觉得 甚至有一点点小兴奋啊 哇 CD灯啊 闪现 这是一发鬼连 然后清拳破招下盘攻击 一套经典的压制 拿下他 鲁卡尔在手 果然是狠 好 现在 其实我拿下这一分之后 我已经来到了赛点了 咱们看这一局 肖成拳的话 发生 哎呦 他撂倒了吧 你看 我一个中断 他居然防中断 然后我快速掏了个下盘 肖成拳居然没有稳住 这就是套了心理战 这是施展了心理战 哎 轻腿逆向 没有接好 没有接好 对吧 他一个闪身过去 就接葵花 基本功还是过硬啊 哇 你一波 还来地波 哎哟 抢招太快了吧 和 对 和这大佬过手 毕竟有一点紧张 有时候我也会失误的很多很多 发挥不出来正常 这点 哎 跑不掉了吧 哎 哇 他居然用葵花接我这个倒生龙 反应这么快的吗 还想用勾腿勾我的下盘 是蒸龙 来吧 还来 还来 我看你还来不来 哇 近身没想到他会生龙 其实我应该想到的 好的 来看琢磨 飞翔角再确认 这一招他必中啊 我怎么觉得 小春天总爱吃这一招 飞翔角 咱们赢不赢的 首先要把汽水拉回来 不能往后躲 哎呀哎呀 飞 我该再飞 好 跑不掉了 只要拿到 拿下八神 我觉得就解决了心头大坏 小春天的八神是占50%的战力 后面这两个我需要稍稍加一 对 加快节奏 他又开始掏我的招了 我感觉他这一局 套不到 飞翔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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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飞翔角来打气势 哎 赢不赢的 一定要招式很帅才可以 你看 你跳舞就把你露下来 肖春天有点乱了 没有刚才吻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 对 被这一招打的确实有点乱 飞翔角 小路 心里战 心里战 这就是气势战 嗯啊 咱们基本功不硬 但是咱们气势强啊 来看肖春天最后一个角色 卢卡尔 他居然也把卢卡尔放到了最后和我硬刚 看来我的对手要是飞翔角 哇塞 哎 还来 还来不来 呦吼 将大招穿不过穿不过去的 哎 看这一跳穿过来了 大意了 我大意了 他的卢卡尔也是经过了长久的练习应该 特别的稳 哎 剪刀角好像出漫了 现在该我表演了 斩力却吸 哎 飞翔角走 他要强反了 再不强反 我一个龙虎乱过去基本就残了 把他给打 哇 闪现这么快 剪刀角 大招呢 他没出来大招 现在我又开始浪啊 飞翔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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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没想到他出了个波 好吧 最后一下我承认我是浪了啊 再看这一局 卢卡尔来了 闪现 我继续浪 再浪 剪刀就浪 哦 这下亏大了 但是还是没有出大招搬运我 哎呀 稳住 好 跑不掉了吧 闪现 大招搬运渣 再走 好的 今天比赛就到这里了 其实我们都不熟 大家当一个搞笑剧来看就可以了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没有订阅关注的来个订阅关注哦